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长的公子 那他现在也开始就是做很多 其实是继承这个方旅长 他一直在做很多服务 然后做很多公益的事情 那义杰现在在书乌花甲 他也把书乌花甲做的很不一样 那先来讲一下好了 这个因为旅长我们都知道 你成立这个应该是食物银行 食物银行已经多少年了 102年到现在 102年等于是食物银行跟食想冰箱 然后102年到现在 能够持续的做下去做到现在 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做 有这样的心愿 可是又力不从心 可是旅长你这样一路做下来 你是靠什么来支撑你的 其实会做食物银行跟分享冰箱 食物的分享 只是跟着看到了需求 看到了需求 102年大概写了计划 101年写计划 大概所有人都不相信 旅长会去做食物银行 那个时候食物银行四个字 在台湾也没有这么被重视 然后这么多年坚持下来 真的是看到了需求 也一年一年的让很多的好朋友 公司行号 包括何硕的同仙 台硕 新宅银行 他们愿意来支持我这个理念 所以让我坚持可以一直做下去 而从南机场的一个社区型的食物银行 我们现在发展到全国 有将近60个食物银行 我们有200个社区都在放冰箱 食物分享冰箱 那就是看到了更多人愿意跟我一起走 那我们一群人大概走得比较远 所以大家可以透过食物的分享 我们拿那些食物用品 我们回来可以帮到更多人 这是让我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撒下种子之后 号召更多人一起来做 那其实应该也是大家都看到了 方和生里长这么尽力 然后帮助很多人 其实看到这些被帮助的人真的有改变 或是他真的因为你的帮助 或是本来真的是一顿饭都没得吃 他开始不用再担心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 他可以去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些打拼的时候 其实就看到意义的存在了 对 看到更多的社区 从基隆的议员到我们的屏东 屏指连高雄慈善总会 我们各个县市台东花莲 那么多的好朋友都愿意跳进来 一起来做食物的分享 然后我们就想要把这些变成一支全台湾的力量 然后可以变成 我们现在有个组织叫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 那我们想把这个理念 那真正可以落实到社区 所以疫情以后我一直在推一个活动 就是319个乡镇的食物银行 为什么要推动319个乡镇 每个乡镇都有大的 下面是一个大的 下面都很多村跟礼 那平常的时候 这些的乡镇的食物银行 他就可以帮到村里需要被帮助的人 当疫情灾变的时候 我们不用等政府的救济 我们食物银行都有存粮 我们可以马上启动 像前一阵子的高雄桃园区淹大水 桥断掉路断掉 桃园区里面有2500多个人 当天下午雨停了 我的高雄阿福苏尼郎 我们就启动了盘点我们的苏尼郎里面的存粮有多少 我们就启动了30几万的物资 吃的用的 然后透过高雄市的社会局消防局 我们做直升机进去到部落 当天下午我们就支援到了 那第二天第三天我们透过跟加勒福的合作 我们盘点出来跟村长那边去讨论盘点出来 我们他们的需求 我们在台北的加勒福 去问高雄凤山的加勒福 我要的物资有没有 因为加勒福都有大的仓库 所以我们在台北加勒福买单 在凤山的加勒福马上出货 当天下午七十几万的物资 又送进去了 所以不用等到任何慈善当会 不用等到政府的 效率之高 所以我们可以马上帮到这些人 这是苏尼郎 这些年做下来的给我的感觉 我想推动319个乡胜 那一般的民众如果想加入 他们可以做什么 一般可以捐赠物资给我 你说你在各县市 我们都有团体 现在从基隆到屏东 我都有苏尼郎的点 那如果你是一个里长 你是一个理事长 你是一个小协会 你想加入我们的活动 你可以从一个小冰箱分享食物开始 你也可以把家里吃不完 没有拆封没有过期的 包括洗浮衣粉 包括沐浴乳 都还有三个月到期 你如果用不到了 你也可以捐给当地的食物银行 那可以上我们台湾食物银行年会的网站 就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全国的网络 那所以说这些物资 我们就可以把它善用 台湾多灾多难 然后疫情来的时候 灾变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第一线需要被帮助的人 我们可以让他们做到这些事 所以台湾食物银行 现在希望在每一个县市319个乡镇都有种子 然后希望大家如果有余力 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贫富还是蛮悬殊的 有的人家里真的东西很过剩 他只能够过期就丢 但有些人是真的没东西可以用 所以这个如果说他可以分配 比较均匀的话 真的是帮助到很多的家庭 而且疫情来的会造成痛膨 所有的物价都涨 因为MC化的最底层的这群人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 他可以拿到他需要的东西 你们知道吗 连女孩子的卫生棉都有缺 我心里都想我们台湾是第三世界吗 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 女孩子们都会缺卫生棉 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就启动了全国来做这些事 是好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你也想尽一份力的话 你可以上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 上面应该各个据点 看看你可以捐赠到哪里去 另外因为今天书乌花甲店长 一姐也在现场 最强里长揪儿女 要把圣食变成很丰盛的食物 所以像书乌花甲跟儿立书店 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就是延续里长的一个想法 就是圣食不浪费 所以说我们会将所谓的丑蔬果 再重新的制作成美味的餐点 然后这个餐点的话 我们叫它蓄食定食 因为我们想要延续这个食物的生命 然后其实很多人吃到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它吃不出来有问题啊 就是哪里丑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重新的做一个料理 然后做不同的方式 可能不好看的番茄 我们把它做成浓汤 做成酱汁 让它变得美味 其实相对来讲 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食物浪费 然后也希望 透过儿立书店的方式 因为我们做的是 推广台湾文学 还有精神疾病文学 那希望透过这些书 其实可以疗愈到很多人吧 因为其实我们会叫儿立书店 就是想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 很多时候 他其实都会有跌倒的时候 那其实在站起来的过程当中 都叫儿立 然后这是不分年纪的 那也希望这家书店是可以带给人 有抚慰的一个新的地方 太棒了 我们等一下回来 再来请教这个 包括方和生里长 还有书屋花甲的店长方一姐 来聊聊书屋花甲 还有儿立书店 他们正在做事情 那为什么要特别关怀 某一个部分的族群 一定有他们的一些利益 跟核心价值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这个我们说要做良善的事情 是从自身就可以做起 从很少的事情 要做到大事 都可以只要你有心 就像是最强里长 方和生里长 他一做 做这个食物银行 就做了这么久 那现在带着儿女儿一起 共创这个公益之路 那刚刚访问到这个一姐 一姐是书屋花甲的店长 那刚刚讲到书屋花甲 跟儿立书店 书屋花甲跟儿立书店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不对 对 其实书屋花甲的话 其实是因为我们第一家店 就是在南机场 对 然后那时候成立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做 除了剩食料理这件事情 想要做食物的分享 我们还要做少年的咖啡课程 就是有培育我们的青少年 学习咖啡 然后考试国际咖啡是正照 那后来才加入了这个书店的概念 其实原因是因为书屋花甲 它其实有个书屋的字 对 那我们那时候是在图书馆旁边开 那后来有在照顾老人啊 或是青少年 对 然后最主要其实是我姐姐本身 他那时候 他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 所以他那时候就在我们店里 放了很多 买了他很多书看 然后后来太多 因为都放在办公室 我就说那你要不要拿出来给大家看 就给客人看 就发现 其实台湾文学这些书籍 蛮多人 蛮多客人都想要看的 所以后来我们才想说 那可不可以试着将 尔利书店这个概念 然后加入到我们现在 台大店这个新环境 所以就变成餐厅 然后还有书店 那我们同时也会举办一些讲座 做一个分享 所以书书花甲还是在南机场吗 然后尔利书店是在台大 现在的话台大店的话 就有书书花甲跟尔利书店一起 就是等于说你可以 又可以买书又可以吃饭 那等于是书书花甲现在有两个店 对 一个在南机场 一个在台大 然后台大店还有尔利书店 那到尔利书店可以吃什么 在我们那边还是一样是吃 蓄食定食 对 还是提供一样是我们有 像早午餐啊 或者是其实我们的饮品都是有经过设计的 像是我们的也会配合当季的书展 可能这一季的书展的题目 我们会去做一些特别的饮料做搭配 那到你们店里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朋友 我觉得现在蛮多是社区的民众 或者是爱看书的人是非常多的 尤其在温州商圈那边 其实独立书店很多 所以真的很多人会因为书店而进来消费 那或者是亲子因为我们对面就是一个很温州公园 大家其实都会去逛 小朋友都会去 所以蛮多亲子客也会进来消费 所以像这个方里长 你看到儿女也就继续的做着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也不是你逼他们的啦 对不对 所以他们自己很自愿 然后也看着爸爸在做这么多的事情 我带着他们去看温州公园台大店这个长屿 那就看他们以后问他们 你们敢不敢接受挑战 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战区 文青的战区 然后我自己最大的目的 两个目的我在想着说 我可不可以把丑蔬果做出一套很漂亮的餐点 我在南京厂就已经做了 我的儿子已经做了 蛮受欢迎的 我在这个地方 我可不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受食物丑蔬果做出来的餐点 让更年多年轻人懂得怎么叫做习福 那懂得怎么叫做分享 那只有一家很feel的店 可不可以把它创造出来 刚才我儿子讲 那我们针对少年来训练咖啡 当他在里面上班的时候 搞上证照 在里面上班的时候 他可以让他的朋友看到 他的同侪 同一辈那些人 他在一家这么有feel的店上班 非常有 他有成就感 然后他可不可以吸引那些需要被帮助的年轻人 愿意走进我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教他们 不要在社区游荡 然后让这些朋友进来 所以他是要有一个吸引的一个东西 让这些年轻人敢走进我们的服务 他是不是我的理 他是不是我的中正区 不重要 我们甚至有从系纸坐公车坐一年 来我们这里学咖啡 考上咖啡是证照 所以我希望正多孩子们 在16到18岁19 你们在迷惘 功课不好 那不想做事 又觉得环境什么 大家没有要你 你可以走进南机场 我们来帮你 我们让你可以有技术 让他可以长大 让他可以站起来 那就是有儿立书店的概念 儿立书店也有一个空间 我也想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写书 如果他要发行第一本书 然后他要去找场地 他想去找场地 他想去做发表 可是他没有钱 租个场地好贵 来我这里 我们免费提供给你 我们让你在那个空间 可以发表你的书 你的作品 所以我想把它集合起来 因为书书发甲儿立书店 是透过好多好多的善心人士 大家相信我支持我 我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把它当作一个 我们是一个共享 那台湾现在最缺的 就是一个共享 我们一起来共享这个空间 我们来共享这个食物 让需要的人 在哪里都可以愿意走进来 就是接住了这一个人 他可能本来要迷惘的 不知往哪走 但是因为他接触了专业 他开始有成就感 他肯定他自己 他就知道他大概 未来的路可以怎么走 那像这个店长 所以还希望说他能够 再吸引他的朋友再进来 那以前你看过这么多年轻人 进来学咖啡 他们大概有什么样的故事 你可以分享个一两个吗 我觉得有印象 比如说像我爸刚刚说的 戏指那个 其实他那时候是 16岁 就国中毕业之后就没有读书 然后他是一个很 不太爱讲话的人 就是他可能 他过往经验 就是因为在学校 可能不太爱讲话 然后所以就会被同学排挤 然后就会有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那时候来上课的时候 其实是他是一个 对咖啡很有兴趣的人 所以他其实不讲话 可是他上课的时候 都会找到帮老师 或是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认真在旁边看 然后事后也会很常练习的小朋友 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就问他说那你考完证照要不要来我们店上班 他就说好 然后其实那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是一年很长 大概是前半年的时候 因为我会担心比如说他不太爱跟人讲话 所以说他跟客人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 都要我们帮他沟通 可能帮他点餐 然后他负责做饮料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去做学习 然后有一次是 大概他半年左右吧 然后我那天是在厨房忙 然后那时候是周五跟他 然后突然就外面有客人 但我没有注意到 可是等到我出去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他可以跟客人聊天 然后也可以做介绍 就是那是一个也是对我来讲是我的成就感 就是你会觉得说 其实孩子们他们是可以变成 他已经成长了 对可以变得不一样 然后他其实可以自力更生 所以后来其实他也就是 在这边一年结束之后 就找了他们家附近 对他来讲比较方便的咖啡店工作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经验 而且我觉得很多孩子们都很需要这个 舒适的环境或是安全的环境 然后来提供给他一个服务 他也不容易 每天从戏纸到南机场去 对啊 就做快一个小时吧 所以他应该是对咖啡也很有兴趣 他也是自己主动找你们的吗 我们都会跟很多的社工单位 戏纸上午会转接过来的 所以你们是跟社工合作 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年轻朋友 他们需要帮忙的 就转可以转接过来 把我们的资料给他看 这样真的蛮好的 就是他正在迷惘当中 其实这个青少年迷惘 他真的有时候会很否定自己 可是当他找到一个可以肯定自己的原因 他可能就真的会振作然后往前走 所以他现在有一技之长之后 应该就可以自力更胜 然后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maybe他还可以出国比赛等等之类的 那像你们自己在研究这个菜单的时候 因为你要把剩食不漂亮的蔬果 这些食物然后变得让大家吃起来是很美味的 那像你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啊 我是觉得很感谢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团队 然后其实像有主厨或是副厨 都会大家一起讨论 就变成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炒蔬果 我们就要想说他可以变成什么 其实都是靠我们平常一开始生活的经验 跟我们自己本身是因为餐饮背景 所以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西式的 也可以把它做中式的 像我们店里虽然是一家咖啡厅 可是你可以吃到比如说麻油鸡 天气冷的时候 可是你也可以吃到比如说泡菜锅 或者是你今天可以吃到鲑鱼炊饭 就是让每一周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菜色 所以很多人都会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来 因为菜色都不一样 那你可以来吃 那里长你有特别喜欢哪一道吗 我几乎都在外面乱跑 里长都太忙了 全身跑透透 那像店长你自己有特别满意的哪一道料理吗 我觉得像我们做汉堡排就蛮特别 是因为我们其实加了很多丑蔬果 因为汉堡排它其实就是可以做成 里面它可以加很多比如说不好看的红萝卜啊洋葱 其实它是可以可以大量的运用所谓的丑蔬果的料理 我觉得那是一个吃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健康 我就说我们的餐厅其实餐点都CP值很高 是因为很多小菜啊或者是配菜 它这是很丰富 然后颜色也很多元 太棒了 那像因为里长从等于二十几年前开始 他就又是里长 然后又又做了这么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 那身为子女你们都看在眼里啦 像爸爸会带着你们 你们比较小的时候会带着你们一起去吗 我比较印象深刻是小时候还要选 就是选举他那时候还要选举的时候 就是背说我爸爸是方和射 就是要背这种 要背字条是不是 然后会坐那个车 招手 但也好像也就一两前一两届 后来就没有人敢跟他就没有人要选 没有人敢出来跟他竞选了 好除非就是里长自己不选 有不然的话没人敢出来 所以他们从小就看着爸爸 就是这么热心服务工业 这么忙 这么忙 可是这么忙你也没有少陪他们吧 没有啦 因为就在社区嘛 就在家旁边嘛 是是 我们家里就是办公室 小时候 所以他国中毕业 他说要去高雄餐旅 然后去报考高雄餐旅 用台北的那个高中的分数去报 那结果一报就上了 就他妈妈一直骂我 你这么小你就把他丢在高雄 我说我没有丢到北京 你已经算很好了 然后那我非常感谢高餐 高餐非常优秀 五年的科班 让他训练了 可以有这么扎实的功夫 然后才可以把这些东西变出来 是 他才可以把现在的圣食 变成很丰富的食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最强里长 方和森里长 他是台北市中正区 钟情里的里长 还有书花甲的店长 方艺杰 那姐姐目前也有一个 儿立书店 那其实儿立书店里面的书 跟书花甲里面的书 类型不太一样吗 差不多只是我们会更聚焦 就是除了台湾文学这些以外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书展 像儿立书店最近的话 我们之前是做简真的书展 其实也是因为我姐姐 她个人会喜欢的一些书店 她会先做一个 我们会做一个推广 是 那像你跟姐姐怎么分工 基本上书店的事情 都是由她负责 像我们上礼拜才去了一个市集 在南投 就是其他也是书店的市集 就是从在台北 我们也可以跨出 跨出台北市 跨出左水溪 对 然后去了南投 就是摆书啊 其实发现很多人 其实也很喜欢我们的书 很喜欢我们的选书 像是台湾文学 或是精神疾病 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被注意到的书籍 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报道说 姐姐之前有一段时间比较忧郁 所以她会特别对于这种身心灵的书 特别感兴趣 那这个部分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照顾到很多 有这方面就是困扰的朋友 因为其实这就是现代文明病你知道吗 很多人压力太大 然后就会变成身心没有办法平衡 她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口 那maybe阅读 或是像你们也讲座嘛对不对 那你们讲座频率是多久会有一次啊 我们大概现在一个月会有两到三场 就是会邀请不同的人来演讲 像我们除了比如说你有书籍要发表的 我们也会有一个叫儿力之夜 我们会邀请各个有名的名人 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关于儿力的故事 像之前有 生死儿力的时候是不是 对 邀请了像郑宝怡姐姐 她就来分享她儿力的故事 我们现在有邀请像丁宁她可以来分享 透过不同的各界的人士来跟这些读者 来分享他们的自身的经验 然后我觉得其实都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社区凝聚也很有帮助 所以像你们从南机场然后现在到台大 那个一级战区去 那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 他可以选择就更多了 那其实你们也培养出一群死忠的粉丝 像刚才发言生理长有说你们在南机场那边借书率很高是不是 有多高 我们一个月借完书的量的超过5000本 一个月5000本 这是很天文数字 然后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开门 早上9点到晚上9点 我的借完书工作站 所以我们开放的时间非常的长 为什么要开放那么长 台北市的组织馆分馆都是9点到5点就打烊了 因为我不是公务人员 我是社区如果可以开到晚上9点 就很多爸爸妈妈六七点才下班 孩子们有补习到七八点 有些医生像河明燕的医生 他们看诊看到很晚 忙到很晚 来到南机场 然后要借完书 还可以拿到书 还可以看到书 台北市图书馆有智慧型的图书馆没有错 可是量不大 点不多 所以南机场就是变成一个很方便 可以晚上拿到书 看到书 摸到书的地方 孩子想要一本从天母的书 从北投的书 他想要一本书 他就可以上网去登录 等他补习完或下课 他走过来就可以拿一本书回家 他要看到他的书 所以这个是当初 王冠英 有一个王冠英图书馆 王冠英爷爷 他小时候 我是48年次的 那个时代爸爸生了五个男的 那个时代我们根本没有钱买书 可是老爷子会骑着三板车 叫里亚嘎 这边插一只国旗 这边插个十荒心血 在总统五不能骑脚车 不能骑摩托车的那个时代 他会到那个地方去拿到很多二手书 回来给我们这群孩子看 所以我想说我是里长的 我有一个国王部借给我的闲置空间 我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借环书工作站 我跟仕途连线 利用你的学生证 就是悠悠卡 也是借书证 所以你只要上网登录好以后 你跟北投天母南港的图书馆 借了一本书 他会把你送到这边来 台北市有78个宾馆 所以他当天早上预约 晚上就可以拿到了 不一定 他看他原本书有没有背命来借走 如果没有借走 第二天他就会把它送过来 这样连线是非常厉害 对啊 试图跟管跟管本来就有交流 可是没有跟社区交流 没错 那第一个是我 那其实这个社区 也可以延展到其他社区去 这样也是很方便 就要看政府市政府愿不愿意做这个事 还有看里长愿不愿意做 对不对 哪有这么忙碌的里长 就是自己都找很多事情来做 里民的事情都忙不完了 还有这种社区的 来看书的也很多是里民 这真的是一个月 如果借还书有五千本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很多的让很多孩子因为家里没有钱 一本书随便买都要三四百块 那他可以想看到他想要看的书 在我的孩子们最近我才发现 一号的漫画书十二本 他该在十二个图书馆界 第一本在长安 第二本在万方 第三本在北投 你可以想象这孩子有多用心啊 哇他把他早齐了耶 早齐了一起送一套送在那里 我心想说这一套为什么 每一个每一本都不一样的 我的志工跟我讲里来 里长你来看一个东西 我看了就觉得好酷哦 哇太有趣了 我心里都想要看漫画书都跟里长接 哇 然后看下去了 孩子们的阅读就会习惯 那就会想要看第二本不同 第三本不同 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从基隆 好多年前从基隆转接过来的大陆新娘 带的女儿 因为跟被先生打 嫁暴也两次 那我帮她找房子 我帮她找工作 那小女孩因为家里环境 她不太愿意去读书 小学四年级就不想去 在我们学校 结果她妈妈就带来我的图书馆 那我有做国小班 国中班课后辅导 因为小女孩拿到图书馆 就很喜欢在里面 那我请国小班的孩子 去把她引导 姐姐跟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 就那个小女孩从小学部 到国中部 到要国中要会考高中的时候 你知道吗 妈妈来找我 里长不要让我女儿看小说散文 她功课都不看 我跟她妈妈讲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你女儿的会考作文是满分的 天哪 所以你可以想象 阅读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而且孩子在这里会像我儿子讲的一样 他就是一个安全的场域 他就是一个放心的场域 他才知道这里就是他第二个家 就会接受这个地方 那像志工都是他们自愿去登记 然后排班 很多都是来借书 来借书完以后 里长我礼拜三下午 我孩子都不在家 我可以帮你带 里长我礼拜四可以帮你当志工 他们是来借书的这些妈妈 他们就顺便留下来了当我的志工 所以我有大量的志工 所以这个就是正向循环 对于社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其实真的是像刚刚里长讲的 有一些孩子因为种种的原因 不得已的苦衷等等 他可能辍学了或是对学校课也没有兴趣 可是他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地方让他觉得他想进来 他想进来他就有机会可以阅读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书 他可以碰触到可能可以帮助他的人 然后这个就会改变他的一生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书 你可能已经阅读完了 也可以送到南机场这边来 南机场的书画家来就可以了 都可以 不管什么类型的书都可以 尽量不要宗教政治的 就是一般各个文学 新的什么都可以 我们最近也把很多的书 小孩子的书 我们送到花东去 我们多了 那边的部落提出需求 我们就整理好 由我们送过去 而且善用 我心里的想法是说 你看完的书不代表别人不喜欢 别人看完书不代表你不喜欢 他在这个被循环 所以跟食物一样 他就是一个分享 他就是一个共享 我们珍惜食物来帮助人 我们可不可以珍惜这些书 而不是一定要去称一公斤 一块钱两块钱去卖掉 它是可以变成一个循环的 是 这个是我自己的初衷 我的理念 那像里长 你最近在花东时间比较长 最主要是食物银行的事物吗 对 因为我一年多 疫情多来 一两年的疫情 我跑了华联台东 因为看到很多的部落 台九县旁边的两边的部落 比较有些公益团体会去帮忙 可是山上的部落 没有人上去 那我就去结了当地的很多的牧师 我们一起来做 因为很多的部落 小小的 一百户左右 可是你一次 三个月半年或一年 捐一次东西给他 那个叫台湾话 叫什么 有时要吃很饭 有时要很厉害 有时要不敢放在一起 因为太多了 一这样子的循环 恶性循环 所以花东丢太多的资源进去 好像感觉还是不够 我后来想到 我本来照顾三个部落 五个部落 我可不可以照顾五十个 那我怎么做 我去找一个闲置的空间 我把它打造成一个仓促中心 我让每一个台九县 旁边的大级的部落 来跟我合作 协助山上的部落 你可以通报给我 你需要哪一些物资 今年这个月可能需要 三箱的尿布 两箱的泡面 或者是麦片 一次不要给你多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 从台北 新北市 是天龙国 我们善用这些东西 运到那边去 那像很多的厂商 生活的用品 像沐浴 乳 洗发精 还有三个月到期 是 我像我们都会用 对 可是它必须下架 下了架就进到红花炉烧掉 那就很可惜了 这些都可以用啊 就在烧掉了 我可不可以善用这些东西 在我的仓促中心 那我那个地方 我又想说 我把舒服花甲的经验 到了华联台东 我可以训练当地的部落 也变成舒服花甲 也可以咖啡师 是 这些小女生 考用证照 可以在那边赚到钱 这些人 也是我舒服饮廊的壮丁 哇 这真的是一个散的循环 我想把它当成一个观光景点 哇 所以那个点在哪里啊 还在找 还在找 各位好朋友 有台东花脸友好的场域 三到五百坪 我都可以用 是 可以跟那个方和生 里面这样联络 所以现在都还在找 那个场地 但是这样的概念是 就是希望 如果找到那个仓储中心的话 这样的概念就可以帮助很多 如果我在西部的所有的索引堂的体系 我已经SOP什么 我都建立了 对 所以我在台北台中高雄 我有三个大据点 嗯 所以我想在花东各设两个大据点 那花东的交通还是不若西部这么方便啊 会不会有一些状况 我们一想 我们有跟中华邮政台北邮局合作 哦 邮局是最厉害的 你看那个每天车子上都在跑嘛 对 所以我跟局长也开过两次会 哦 你们每天的货运的车子上面是不是都塞的满满 他说没有啦 大概有三分之一或一半的包裹就不错 哦 如果剩下三分之一 可不可以借我用 哦 你们来做公益 把台北新北的物资 就送到台北邮局送到花莲邮局 台北邮局送到台东邮局 有我的据点 据点去做 那我们甚至也跟游览公司有几个合作 你们要去花莲的时候 去坐游览车 你们会记得下面都有个行李箱 对 没错 你去玩的时候可不可以帮我塞满 哦 送到哪一个点 我请我的花莲的仓储中心 是 我去债 我们甚至在花莲 台东我看到很多部落都剩女的比较多 四五十岁 那些妈妈 我可不可以训练她当居服员 我可不可以训练她当导览员 是 我们跟玉龙谈合作 那这些妇女可以再老人下山 去看病完以后 顺便到我们这个据点 休息 然后呢 她如果要回去了 可不可以把物资送回部落去 也顺便再把物资塞上去 所以我想了很多很多的 我想把变成一个观光景点 她可以被打卡 是 太棒了 你到花莲到台东来做热气球 是 我可不可以多带一份礼物去 多带一份 就可以多帮助一个家庭 一个人 带一份卫生池 泡面那些 没有人 你在台东也可以买 我也可以促进台东的消费 所以我们可以 我想把它变成多元的 就像我们的食物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珍惜 这么多的食物 不见得一定全部要烧掉 哇 我最近这个 听到里长这么说 我就觉得好热血澎湃 大家也可以一起做 需要大家的帮忙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这个最强里长 果然强还更强 台北市中生区 中情理的里长 方和生里长 刚刚讲到说 他其实服务的 不只是中情理 他已经服务到全台湾 所以他最近一直在 花东找据点 希望刚刚讲的 可以帮助更多部落的朋友 那一杰就在台北 这个也是阶层 爸爸的这种 志业继续打拼 那一杰你有什么话 要跟爸爸说 因为爸爸这二十几年来 都一直在服务大众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想对他说 就是 现在只能说继续一起加油吧 这样好官方哦 一起加油 因为我什么比较内心的话 想跟爸爸说 他们不要我那么累啊 对啊 就是一直跟他说 可以不要做也没关系啊 就是尽量能够休息啊 因为我觉得 他可能做里长 真的很有成就感 但是可能就是会太辛苦 对 他现在不是里长耶 我觉得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一个 他就说他会退休 然后我也觉得他应该会退休 不做里长 可是就觉得 他如果不做里长 好像就会更忙 对 对 但是因为爸爸的计划 他一个又比一个大 所以就希望照顾好身体啦 对 那那个里长有什么话 对儿子跟女儿说的吗 就像当初开第一家店的时候 咖啡厅 南气场开店的时候 儿子本来要去新加坡 顶太风 做外场 那时候我就问他说 你愿不愿意留在这里 如果你去外场端盘子 只是端给台湾人或外国人 那如果留在书花甲 我们来开创一个 当他做出一道餐点 一个点心 我们店里的点心是全部都自己做 我们不是跟外面买 那就是一张名片 那就是一个成就 他累积下来的 除了店里生意会好起来以外 他自己的 可是可以把我们的理念推出去 所以女儿的部分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跌倒 而立 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文学 透过书 让我们一起让更多人来接受 除了食物以外 我们的场域的共享 那书可以真的要推广阅读 不管你什么生病 或什么的 又看看一本书 就很多人讲说有手机了 好像大家都不喜欢看纸本了 可是我一个月有五千多本的书就完了 你们告诉我说 没有人喜欢看手机 都大家没有喜欢看纸本 可是我就是这么多 代表这个东西可以传下去 可以分享出去 可以分享可以传成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两个孩子真的很辛苦 那我们的一姐也不会胖 因为每天累的想菜单 想这东西跟他的团队 那女儿又想把理念 跟我一样跨出南机场 跨出台北 跨出全台湾更多的店来打造 所以花莲台东的店 我们也会做类似这样子的 哇太棒了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方浩胜里长 还有一杰店长 大家如果有机会 可以到南机场的书乌花甲 也可以到台大店的书乌花甲 跟儿立书店来看书 捐书也好 或是全台湾的食物银行 那你可以找到那个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 对不对 你就可以去捐赠食物了 那也希望里长尽快找到 你想要的那个仓库 那自己不要太累 我觉得里长这是全台最强最忙之里长 每天都在服务最累之里长 那身体还是要顾好 谢谢谢谢你们 非常谢谢里长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是沈丁小姨 丘迷玉的POP抢先报